1號 歡迎這個皮革系列的 這一支我覺得皮革的香氣更明顯 這是1號 1號 因為它後面直接就有寫它有皮革 可是它前面 我覺得可以來試一下 它前面走的還是比較花銷 前面走的應該是木質花銷 是是是 那這一個系列有三個號碼嗎 對1號2號3號 剛剛是2號這個是1號 黑色是1號 那1號它比較著重於皮革 對 那皮革會大過於花香嗎 我覺得比剛剛2號的 感覺要更有個性一點 因為剛剛花香還是比較明顯 它剛剛是柔和 這一支展現就真的很有個性 然後它是很 大明大放的感覺 會比 剛剛那一支的 剛剛那是溫柔的時尚感 這一支是非常強烈 有個性 有個性的時尚感 我就是時尚 而且它 黑色皮衣配紅色口紅的那種感覺 讓你無法忽視我的存在 那這一個 啾啾真的是還 蠻美的啦 就是這樣蠻大 大半的齁 對不對 對 感覺就很像那個 領巾 放在這邊的 對 放在這邊的領巾 可以拿下來變領巾嗎 太小了啦 不行 買香水送領巾 好來 那邊 一支大槍 大力給它下去 這樣 OK 蠻大缸的 等它一下下 皮革 但我怎麼一開始是出現木質 木頭 對它前面是木頭 對不對 是不是烏木是嗎 它前面是 染香 紙 染香紙 對 然後前面也有粉香 對對對 有有有 有有有 木質 前面是木質走在前面 蠻濃的 蠻明顯的 我覺得它的前面 雖然有 橘花跟 橘花跟橘子 但是 我覺得它只是要讓 樹脂跟焚香味道 不要這麼的厚重 它前面很木質 我蠻意外 它這個 領巾打成這樣 但是它前調 走法居然是 焚香開頭 就蠻 蠻 蠻沒有辦法把它連結在一起 嗯 它的 嗯 木質要帶一點點微微的 那種柑橘的裡面 有 有把它 提出來 嗯 對你就覺得很舒服 嗯 對但是 這個焚香一過之後 它就變柔順了咧 嗯 對 對 它的玫瑰花已經開始要 有有有 它這個是 有啊 綻放耶 它這個是帶在後面的 對 它玫瑰花有一點要出來的 嗯 我的還蠻明顯的耶 但我覺得這一隻的玫瑰 嗯 這一隻就變成玫瑰只是拿來點綴了 我覺得這一隻的玫瑰是拿來點綴的 因為它中後段又是很豐富的 的 的 嗯 嗯 嗯 算辛香料的香味嗎 它後面比較 中段比較算辛香料的香氣 嗯 嗯 我覺得它前面的柑橘其實走 橘子的那個味道還蠻明顯的 對 蠻清新的感覺 清新木質的感覺 嗯 嗯 不錯耶 嗯 嗯 那我覺得現在這一隻 味道 還蠻柔順的 我們有個辣妹出現 我覺得你就直接過去吧 對對對 對 直接過去吧 蛤 沒有關係 沒有沒有沒有 對對對 好 欸是拿哪一隻 就是婷婷 對 對 好 回來 那這一 那等一下 我現在 聞到反而是 果香又出現了 對 我覺得它的 有啦 橘子 它的那個果橘 就是果香那個 橘子那個果香的感覺 其實還蠻明顯的 因為一開始啊 可能是因為它的木質 那個藍香脂 還有那個 一些焚香的味道 很重 所以一開始就先衝擊 就是你一開始先聞到 我知道為什麼你們覺得果香出來 但是它的那個 柑橘 走比較 其實應該是要再更快 所以它很快又衝出來了 所以現在是它 應該是說它的香氣已經 把它前中後 它稍微順一下了 你現在聞到的應該是先是 橘子的味道 果香會多一些些了 這是比較正常的 它中段的辛香料 把果香又帶出來 對 因為它中段有那個 肉桂跟 艾芋 艾芋到底是什麼 艾芋 艾芋是香菜嗎 艾芋不是 不是是一種植物 長得很像香菜的植物 嗯 我覺得那個辛香料 又把 果香味道又再提出來 嗯 因為你 聞不到肉桂的辛辣 沒有 但你聞到它的 甜帶出的橘子香 嗯 有 有 我現在是 還不錯 它這 你們聞得到它一些 涼感 冷感嗎 嗯 那我覺得這個是 比較 有微微的 像香煎的果子 香煎的果子 果子的味道 不管是水果啦 或者是 呃 那帶一點 酸度的 嗯 不是柑橘類的喔 我覺得像是李子啦 桃子啦 之類的這種 嗯 嗯 那帶一點酸度的果子 是 那而且它還 比較有一點清透 比較 比較 清透比較 微涼 微冷的這種 呃 氣息在這裡面 嗯 那給我的 畫面很像 香煎的清晨 嗯哼 清晨 它還會有一些 早上起來的時候 會有這個 晨霧嘛 對不對 嗯 是因為晨花的感覺 有可能 不太 不太知道 嗯 嗯 尤其跟你那個氛圍 對對對 我這一支 不會跟時尚把它聯想在一起 我覺得比較像 清晨的 清晨的 果圓 哦 是喔 對對對 嗯 它 還蠻好聞的 它前面 現在是 走更多一些 就是 呃 柑橘 橘子加 橙花 的味道 然後再加一些 木質的香氣 嗯 所以很像你剛剛講的說 果圓裡面除了那個 有 有橘子的 或是那種 結果之外 它的 唐貝還有一些 海花 都還在這樣子 那種白色那種 小橙花那種 都還有 好 那我剛剛 我剛剛有說到 欸比較有一點 清冷 比較冷烈的味道 欸事實上就是那個 玫瑰 我聞出來了 可能天竹葵 也會帶出這種 冷烈感有沒有 還有我們大師來了 欸 哇 啊 請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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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拜拜 可以從後面 跨不過 都前面好了 你就直接走過 對 對對對 好 我們現場客人還是非常多 只要我們一拍片 就會有人來 對對對 我們每天拍片 我們就是攝影機才在家的好 好 來 OK 我知道為什麼水果味那麼強了 然後中段有禮子 對啊 你看 你好強喔 我真的沒有在看香料表的 因為我盡量 就我這個 聞到的感覺 老白的感受去講一下 那我說這個酸酸的果子 我說不是柑橘類的果子 是類似禮子 或者是桃子之類的這種 對 你可以想一下 那 我們想說 玫瑰有時候會有點天竹葵 帶出來的 兩感那種感覺 我覺得 我覺得這一隻就有 慢慢的 玫瑰的涼感有出來 嗯嗯嗯 我不曉得你們有沒有 聞到 那學弟這一隻 你會把它用在什麼樣的 場合 跟穿著呢 我覺得它很妙 是我看到它的香調表的 中段寫著橡膠 我實在聞不到橡膠在哪裡 橡膠 橡膠可能是樹脂類的吧 還是紫樹脂類的 所以它可能是想要讓這個 香味聞起來有點像 我們一般背的那個塑料的皮質的 手 不是背啦 手套或是皮包的那個香氣 或帽子 哦 嗯嗯嗯嗯 就是那個氛圍 OK 所以你覺得還是走時尚風就對了 是不是 對 你還是比較偏時尚 我覺得它還是有啦 只是它不是像剛剛二號表現的那個東西 OK 嗯嗯嗯 好那零星力了 這一支 你可以用在什麼 嘩 它前面 它前面走的啊 橘子跟那個 我覺得 它前面比較特別 就是木質啊 花香啊 然後柑橘 這些都 欸稍微 走了一圈了 對對對 然後現在在我身上呢 目前現在過幾分 10分 9分20秒 對對對 9分10分左右 它的味道我已經走到很多 很多很多的玫瑰了 對現在在我身上是非常非常的畫像 玫瑰蠻多的 嗯嗯 嗯嗯 蠻好聞的 那我會覺得 這一支對我來說 嗯 比較不是時尚 我覺得是比較像鄉間 清晨梳醒的時候走 走往這個門 門一打開出去 然後早上清晨 五點多 天微亮 然後充滿了霧氣隨氣感 對 那因為它的這個 玫瑰 嗯 冷冷的水感 讓我有這種水氣的味道 是 那我在這個果園跟花園之間清醒 我清醒在果園與花園之間 你覺得是在那個 我覺得它是早上的 那個 嗯 法國的早 是法國早上大家要出門 對 對 那種感覺 一天的開心 但是它的底啊 如果你 不要想像它是那種很 清新的柑橘加 玫瑰喔 就不是水感玫瑰那種感覺的 它的底還是蠻多那種 樹枝類的 是 那種來香脂啊 那種香氣 它是蠻 因為它香脂放前面 對它蠻有底韻的 它不會是那種 讓你一聞是很清新 水感玫瑰那種 不是 對 我覺得它放前面 最重要的目的應該是 想要讓這一隻的 那個 皮革的氛圍 是從前中後調你都感受不到 所以它讓那個東西當底 但是你在這個底中間 你聞得到水果的香氣 聞得到花的感覺 嗯 對啊這隻蠻好聞的 這一隻 學姐剛剛喜歡 喜歡二號對不對 對 但老講我比較喜歡一號 我喜歡這一號 2號最多人選 哦 OK 那他們可能沒看到我們 1號的影片 如果看了之後 會可能會重新喜歡上一號 不然我會一二三 這三隻我都收 全部都帶著 學姐三隻對我 很讚 對啊 欸這隻還滿 我喜歡這隻 挺好挺好 這隻 台灣沒有進 這個CK台灣沒有進 是 我是說一開始喊的時候 因為可能大家忙買 看香調 大家會先選2號 哦 OK 但是試在身上 你就知道1號的厲害 很有個性 真的 1號你有個性 好那我們前吊先留在這邊 對 待會再回來跟大家分享一下他的後吊 好的 待會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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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來了 這個是1號 對 傲慢古著的1號 玫瑰心 OK 好 厚調學姐 厚調在你身上 目前 皮革香草跟琥珀的氛圍有出來 我剛剛誤以為焚香又出現 後來發現不對 是香草加琥珀的那個氛圍 嗯 嗯 有你說這個香草油 因為他帶一些香草的甜感 對我覺得甜順 潤潤潤的那種 是是是 所以他的皮革調變得 我覺得剛剛前面還比較有個性 嗯 但後面的皮革調出來的時候 反而變得比較圓順了 是 他就像很像你去參加一個參會或聚會 嗯 你一開始覺得這個女生很有個性 有靈有角 好像不好親近 對 可是你跟他談話後或是相處後 你突然發現欸 這個人好像其實是很有親和力的 嗯 那個氛圍 整個香調的表現 嗯 嗯 OK 所以現在在你身上皮革味道算明顯嗎 嗯 有 但他 不會是他 突出來的那個香味 因為香草跟琥珀蹭在 後面的時候 讓那個皮革聞起來是 很順很舒服的 嗯 就是 不是那種臭臭皮革 就是覺得 不會不會完全不是 很溫柔的皮革 對 就是他的皮革其實只是要營造 他整個戲要給你的那個時尚感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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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好那林心底的這個厚調 這個 我一直 比較 沒辦法把它聯想到皮革 對 對 因為我的味道一直就是比較花香 玫瑰味蠻重的 嗯 然後他前面的那個樹脂染香的那種味道 呃 襯托著那個玫瑰的香氣 還蠻明顯的 是 對 然後比較不會讓我聯想到像說 呃 哈希瓦的厚調那種皮革感啊 或是像那個 呃 另外一隻 呃那個青鳥的那種皮 柑橘後面的那個皮革感 對 都不完全不一樣 或是獵鷹皮革那種感覺 不是 所以呃 如果你會害怕皮革香氣的人的話 這隻是完全不用擔心啊 嗯 他的味道不會讓你聯想到那一種 因為有些人對皮革的印象 他就是那種比較 強烈的那種氣息的感覺 嗯 但這隻不是那種那個走法 對 所以如果就是對皮革這個味道 不是 那麼 呃 敏感的人的話 可能不會覺得它是一隻 皮革調的香水 嗯 對 是 我就覺得它比較偏重 多一些是花香 就是玫瑰花香的部分 我是覺得 近幾年的皮革香調 跟以前皮革香調都不一樣 所以以前可能自己覺得自己 不喜歡皮革或是不適合皮革調的人 嗯 其實你 對 因為像 NP那個牌子啊 是 不拜玫瑰那個品牌 嗯 跟呃 我們現在在介紹玫瑰心這個系列 嗯 他的皮革調都不是要給你 一個很重的皮革香 嗯 我覺得他都是同樣要展現巴黎那個 時尚的氛圍給你 嗯 因為你走在巴黎的精品街裡 對 你的空氣裡自然來就是 就有那種味道 就是會存在的真皮的香氣 是是是 因為皮革對他們來講 精品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元素在裡面 對 是啊是啊 所以都不會讓你覺得是以前那個 臭臭的皮革感 不是 我覺得 這個皮革真的很溫柔 他還是要利用它去展現花香的氛圍 對 嗯 OK 整體我是覺得還蠻好聞的 對 那 對我來說我覺得這一隻 沒有很 沒有很明顯的皮革味道啦 並沒有 那 但是他的 他是有特別說這一隻 對他後面強調的是他的皮革 不會 我一直覺得這一隻就是 鄉間小鹿的玫瑰 真的 就是在鄉下乘露乘霧 然後 這個薄薄的霧氣的那種 空 這種 呃 帶一點冷冷的清晨的味道 嗯 事實上我還蠻喜歡 這個 這個感覺 鄉下鄉間的清晨 對啊 對 我有感受到你的心已經在法國的鄉間 有一次我去那個 那個 盧森堡的時候 那個飯店 六點 早餐嘛 嗯 那我想說 那我這個先吃完再去拍照好了 他還 不對 應該先去拍照再吃飯 我就衝出去就先拍照 那因為他正好在一個 高爾夫球場 他的這個鄉村club 高爾夫球場 所以 他是一個鄉村俱樂部 那這個你知道鄉村俱樂部 早上太陽還沒升起 還沒升起喔 那整個球場就是這種博物感 喔 清透感 就像我剛剛描述的 嗯 我覺得這個味道就會帶 帶一點很像在這個鄉間乘露的味道 然後帶一些玫瑰的 清香 對啊 對 那你會覺得 那一刻還好沒有先去吃飯 應該先來外面走一圈 真的 感受太陽升起前跟太陽升起 還有太陽升起後的那個氛圍 對 每一個時段 你錯過了 他就不會再出現 對不對 那每一天 的每一個時間 對 就是在這裡 那 你去做別的事 躺在床上 也是這樣就過去了 美景就沒有辦法在你的手機裡了 嗯 那我覺得這個非常像是 鄉村 鄉村小鎮的清晨博物感 就是這一支 我 很蠻喜歡這個味道的 嗯 好 那學姐這一支 定調在什麼調 木質皮革花香 木質皮革花香 OK 0到10你給它幾分 我覺得是10分 10分 嗯好 真是 因為 應該這麼講 如果你想要找 一個系列是 有特色 然後又聞起來很舒服 對 然後你又想要展現 溫柔的感覺 嗯 我覺得這個系列 它就是都具備之 是 然後 它一開始雖然那個 很有個性的氛圍 可是也不至於到有個性 到讓你覺得不舒服 嗯 然後也是 走起來很順 然後 後面的那個 我甚至覺得它中段 的 個性是有親和力的個性 然後後面 我覺得它現在開始香草琥珀出來之後 我覺得跟 剛剛一 那個二號要給你那個溫柔的鋪倒香 又不一樣喔 剛剛是溫柔的鋪倒香 這個是有個性的鋪倒香 是 我覺得是 剛剛那個是被鋪倒 這個是鋪別的 鋪別人嗎 原來是這樣 喔 原來要這樣應用 喔 這樣講也是耶 就是 兩個都是很有 吸引力跟魅力的香味 對 可是展現出來 你真的活生生會覺得就是一個 兩個不同的女生在你面前 這一支就是一個短髮俐落 我穿著皮衣 或是穿著西裝的女孩子 然後很有個性 對 你跟他聊完之後 你會想要再更深入的認識他 是 因為你覺得 還沒了解夠 對 對 嗯 覺得這一支還蠻有內涵的 他是一支很有內涵的香水 好 好那林欣莉呢 這一支你會把它定到在什麼地方 花香木質料 花香木質料 對 那我覺得這支啊 剛剛他先講分數 對 0到10 10分 我這支也蠻喜歡的 然後相比剛剛那一支 我覺得這支 對我來說 我覺得他更具有魅力多一些 對 然後 其實他這支的那種想像空間再更多一些 就是 他前面啊 帶一種那種香甜的果香感 雖然又帶著那種就是 樹脂類的那種比較衝擊感的那種木質香氣 一開始的時候 但是他 我覺得 你剛開始用的時候 其實都是自己還在 可能還在家或什麼 那個幾分鐘 一直到你跟別人會見面的時候 其實是聞不太到那個味道 是 所以你跟別人相處的時候 味道其實應該是我們現在這個厚調的味道 那厚調味道會讓我覺得就是 一支很美的玫瑰香氣的木質香水 那他又沒有到烏木玫瑰那種那麼厚重 但是他又帶比較 我覺得 比較柔順有魅力一點的那種 花香帶木質料的感覺 就是還滿特別的 跟別隻這種 花香木質的玫瑰展現出來的都滿不一樣 而且我猜不到他這個玫瑰的品種是哪一種的 因為有些玫瑰它會特別的水感或是說特別的香甜的感覺 對 但這支 薔薇玫瑰啊 它是有寫了玫瑰然後又夸虎薔薇 就是 這不是像大馬士格或是像那種保加利亞那一種的感覺 夜半比較多的那個 所以剛開始的時候 它 這算薔薇科嗎 是是是 的玫瑰花香 對 它的一開始會讓人家覺得那個 綠葉感的那種玫瑰味 讓它多一點 千葉玫瑰 有可能是千葉玫瑰 它比較偏那一類的 對 它比較偏千葉玫瑰 就我們比較少聞到 對 我們比較聞到比較少聞到類似這樣子 對 因為千葉玫瑰是帶木質香 帶綠乾的木質香 這支還滿好聞的 好 10分 10分 那這一支 對我來說 你看我們其實三個人感受 對同樣這一支都不太一樣 那我會覺得它比較像是在鄉間的清晨 就我剛剛說的 那而且它這個水霧感 我會把它定調在 花香 水霧感 然後 就只有這兩個 對我來說它很純粹 那 0到10分 我會給它 10分 因為 因為這一個在鄉下的清晨有果子 清晨水果花香 對不對 那 有一天的開始 你會覺得這樣子的溫度 然後這樣子的果香花香帶給你 就是一天是美好的開始 好的 畫面感非常的十足 這是我給它10分的原因 我也很喜歡這一支 蠻特別的 不會讓我有時尚聯想感覺 我就是覺得 就是在鄉間 是 好 謝謝兩位幫我們介紹這一支 奧曼古著的1號 1號 待會30秒 再幫忙一下 好的 待會見 掰掰